今天呢 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关于我骑着一辆电动车挑战西藏阿里无人区半路 由于没电被一个货车司机大哥好心从 大火流滩拉到新疆夜城全程480公里的一个正能量的事情 大家好 我怎么今天我们要骑车前往夜城不对是坐车 我认识昨天不是没电了吗 然后 差大概四五十公里吧 就到这里的后流滩 然后眼前这个大哥好心给我拉到这里 但是这里他也是发电机发电的 整个地方也就这么大 虽然充电有个方面 当然 这个大哥刚好他也要去 夜城所以呢 就给我拉到夜城得了 兄弟们480多公里也就不当那个对了 好吧 现在是早上大概快10点 最后都说现在就坐着大哥的车 直接骑往夜城 那次过去的嘛 现在车也比已经绑得非常牢够啊 东西拿一下 走 因为这里呢 是抠七把烈士零渊 我能想去看一看 大哥呢 刚好说他也没去过 也可以把车停下来 好 我们在车也是绑得非常牢牢靠靠 没有任何问题 好 就是从这里上去了 前面就是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这里 历史零渊的这里 海拔也是比较高的 其实如果电灯车就算没坏 我也是要打算过来看一下的 刚好 大哥说我可以来看看 他把车停的路边 然后我自己上来 必须来看一看 一九六二 一九六二十 最近自卫反击站 一九六二年 说耍科呢 对我特别好 当时上车之后 他问我吃饭了没 就是昨天 然后上车之后 我说我没吃饭 一天没吃 然后他给苹果又给我牛奶的 真的是特别感谢 特别的温暖 说是吧 然后今天的话 现在他自己带的这种油饼 我们老家也是有的 他老家呢 是青海那边的 离格尔木很近 他有看到的路的左侧这一个房子 这里呢 就是空龙女神所居住的地方 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呢 就不详细的介绍了 这里应该之前是个检查站吧 好像 现在检查站嘛 现在就他一个人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亚口 这里是4969 我的车上来检查一下有没有绑紧 这里的 没有问题 赛利压克打败 很好说 继续出发 同样的 翻越这里 也就意味着我们离开清早高原了 接下来的海拔 基本都是一两千米 不会有这么高的海拔了 现在坐在这车里面 可比骑车强太多了 坐在车上 可比骑车好太多了 那肯定的呀 又冷的话起 在那边的话 你睡了 感觉天气是晴的 那还是有点点 对 睡了天气晴 那起来还是冷的 这个灰比较多 这边修 干 干得很 干得很 中楼上不了 马哥就去吃劲 这个时候来起大了 哎哥 你现在结婚几个孩子了 我吗 好 我先红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 老大熟丝了 还是羡慕你说是吧 我学习的榜样 那有啥可以羡慕的 我们是念完 上完冲州部好好学习 所以就想着我 家里就想着 走到家娶个媳妇 结婚成家了 啊 我也是初中研究刚好多了 一般年毕竟 然后 现在都出来 有六年了 我还是要再 需要再奋斗 你说嘛 我们也是 家是成了 我还是也是有 说成呀 就只是 习惯去了 小孩有了 就是没钱嘛 虽然这样 但是已经 我觉得都比全国大多数的男性很长 然后有老婆有孩子外面跑跑车什么的 还是挺好的 现在跑车拉货能挣多少是大概 一斤钱 我这两个月我纯粹贴钱进去 这个月我光修车 一下划出去两万多 加上小孩 身边住院也划几千块钱 实在的一个月挣的力量全都划完了 现在天气冷就可能拉货不太好 少了 是吧 是 今年的这货用市场太不正常了 像往年的时候 这是货最多的时候 像今年嘛 有的时候你得好几天爬窝 像我朋友在成都已经爬了六天了 都是没货 像往年的这快过年了嘛 货也发的多 车也紧缺嘛 用费也高 今年是他们还用费掉个跌掉 还没货 这是什么情况 疫情高结束导致的原因 百分之五十的小企业都冻闭了吧 真的哪来的那么多货 对 这个是 疫情欠了不少钱 导致的都是挡闭 谢谢哥 好了兄弟们 现在大哥 走了 现在东西都给他组装起来好吧 组装起来 现在此时此刻我已在夜城县的县城找了一个汽车的处理中 再给我的车稍微的补一下电吧 那个大哥呢 他一走了 他呢又要去拉货 然后就也比较着急吧 已经走了 说说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感谢这个大哥兄弟们 在那五人区黄山野地的时候把我一路给拉到这里 可以说那一天大概拉了50公里就是前一天 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走了有480多公里吧 加起来有540公里了 给我拉过来 然后我都是免费的 我给他钱的话他也没要 真的特别特感谢去的嘛 这一路过来 现在到了新疆的话 这里海拔也就不高了 170多多米的一个海拔吧 接下来就喀什地区 然后去其他地方新疆这边海拔都不是很高 但是呢可能到了近北江的话就是很容易下雪啊 就很尴尬 我也就很害怕啊 学你们 但是没办法行 我们的旅行还是要继续开始的 这个车说说也经历了 毕竟西藏那么冷啊 当时走了320公里 没有走360公里 很不错了 大哥他呢在车上的时候 他自己带的一些吃的喝的在路上都分享给我什么苹果喝的水啊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带的那种油饼啊 真的特别感谢啊 而且在路上他还请我吃饭了 真是 我本来想付钱的 结果一转眼 这大哥都把钱付了 就很尴尬啊 兄弟们 哎 反正是特别感谢 然后呢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视频的话 我们就开启新疆的骑行之路 加油干 大胆向前就完事了